大家好 我叫我陳錦浩 那我來自嘉義 目前就讀國立台北大學統計系大三 我同學都說我長得很像 豆拉幽夢裡面的大熊 朋友都說我聲音就是滿溫暖的 對 那就是 因為有一次就是我朋友情傷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我就想說我就唱一首歌給他聽 然後他就覺得有被療癒到這樣 第一次到台北念書 其實也是就是第一次離家那麼遠 有一次也很難得回家 那就是一進家門 然後看到爸爸在電腦前面 然後看著我比賽的影片 然後就覺得很窩心 然後他還會就是 提醒我哪裡要唱得怎樣 哪裡唱得不好 哪裡唱得不錯這樣子 對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這次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雖然爸爸沒有辦法上來幫我加油 但是我還是希望 能把就是我練習的成果 在電視機前面唱給他聽 希望這次會順利過關 陳佳豪加油 陳佳豪加油 坦白來說 我不知道愛是什麼 愛不愛你 多愛你 就如此類的 這些話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不要與我交談 不要揣測過頭 如果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認知 如果對你來說 如果對你來說不夠缺勇 那麼歡迎來到我的腦中 這裡對沒有解釋 只有一些細微的勞動 例如我只是你的眼神 與它不同 我走過你身邊的角度 與它不同 我開口跟你說話的時機 與它不同 我愛夢的詞彙漸色 與它不同 例如我真的在乎 否則不會沉默 例如以往面無表情 卻更相擁 還期待 或許是壞了規則 要的太多 或許愛是這樣吧 讓我不懂 你是獨一無二的 你懂不懂 我的愛是什麼 你得自己感受 我喜歡它的聲音 它的音質 我覺得很舒服 它給我的感覺有點 見年舊久的味道 就是 有點台東風的味道的感覺 我喜歡那個音質 很舒服 我喜歡 我發現它是 我為什麼那麼快給你一顆心 因為它是目前為止 所有參賽者出來 你很淡定 它一開歌是鬆的 它沒有緊張在你 它就是好好的 把這首歌故事說完 我相信你未來 有自信在這個舞台上 你會有更多的看家本領出來 你的胡椒 你的辣椒可能會出來 但是今天很重要的是 你的初登場 就能夠穩穩鬆鬆的 把歌表達完 這很重要 不由不力 有益健康 謝謝 他一開口 我沒有想到是男生 有點嚇到 今天好多好反差的參賽者 很驚喜 然後他的聲音 我覺得或許 這首歌Key可以再高一點點 高半個Key 可能在副歌的時候會好一些 就是你現在A段很有味道 可是C段就會覺得 很理所當然的感覺 對 然後我覺得你的聲音有點 李榮浩的感覺 的厚度的感覺 對 如果你會稍微R&B一下 可能就像李榮浩 對 我同意小宇 前面的時候 比較低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聽清楚 你聽什麼 唱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Key可能在 還是那個重要的問題 對 定Key上面 對 是你很有暖男的氣質 所以現在他已經收集了兩顆星了 待會可能評審可以討論一下 你有沒有參加過任何其他比賽 有拿過什麼獎項 就是有參加我們台北大學舉辦的 大專院校的比賽 北運獎 對 結果 就是個人和團體都第二 我告訴你 第二名就是唱最好的 真的 因為我以前都拿第二名 你懂嗎 你確定你剛剛講的是真的嗎 我覺得是 因為好 你是第幾名對不起 我告訴你 1985年 你第幾名 我第二名 就是啊 掌聲鼓勵對不對 第二名通常 會有一兩個評審老師 他特別討厭他 分數就故意把他拉開一點 但是冠軍是 杜德瑋 所以你現在是在報仇說 當年評審有問題是不是 沒有 杜德瑋是我的兄弟 所以其實 景浩 你平常喜歡唱的歌路是 我比較喜歡唱的比較 淡一點的 然後可以把它 就詮釋一個 自己的味道 這樣子 這種內斂型的表達是最難 很好很好 請你繼續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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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難以形容嗎 難以形容的感覺 這個 你都要這樣很好 我覺得他唱得很好 謝謝 平常是對我的肯定 對 那關門開是怎麼樣的感覺 關門開 就是一陣尖叫聲之後 門就開了 就是 前面就五位老師 就是 哇 我的舞台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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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